现在这价钱不给原来一样都包吃半个月 现在这价说说 有可能我今天给你包这价 三年以后我都不想要了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啊 这哪个配置了 2.0T了 兴配 运动班了 下这大的学年来买车呀 18年的车 19年一月份了 19年上了班 我这个是2020年买了4S店 人整了二手车 车往还可以 远车骑 车往挺好了 5万3000多公里 它这批是运装的批是吧 运车带了 但是左页挺好看的哈 这个应该是运厂宣装的应该是 一个往上叉叉基本上是卖12个多 你是看那个报价吧 对 对 你看报价那不准呀 你还得兼具环境的空间 你得兼具车厂的利润 你说是不是 10% 是不是 一般不都是这个 10月份的时候我问过一次 那说给试一条屋 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 带着枕大厂乘衣过来了什么 再稍微夹一点 但是哥有点说这车要熟的话 我熟的话不上11现在 那不会错证 我们才一个月时间 对 就是这 行了也便宜 你今天火箭还打电话了 你说新款的A6多少价 骆车 他29T了 骆车 新车的价都不干香 不上30都 骆车都提出来了 A6 4G 肯定是不上11现在这价 那有点太残了 没办法 不容易再去问问一种 这无所谓 反正我几天过来就想 就想卖给他 钱振不好是吧 抛这鸳 现在车不好买 主要是不好买 新车便宜 二手车都没法买 新了A3 1.4了 低配的应该是16左右都低了 一配的配置低了很了 嗯 我就说嘛 你这个这是一九年 你算是纪念了 这五年了 我跟你说个以后价吧 哥 你要赶紧能卖的话 然后你都考虑考虑 105吧 10万零五钱 那不错的太多了 对 你看到时候我问 那时候十一万五 这才过了一个月 都掉一万块钱 你要掉几千块钱吧 也差不多 没办法 现在的汉境都是这 就可能我今天给你包的价 三年以后 我都不想要了 现在都是这 现在这价钱不跟原来一样 能包持着一半个月 现在这价说说一个经级 汉境有可能都变了 十一融融 十一融不正 我就说嘛 105 天也拐冷了 也不磨叽 中了这些 一千合同一大件 我感觉 表个十二万 不到十二万五 应该差不多弄出了 你得还价呀 在说车矿正好 你买车说实话 都不是一口价 现在的汉境都是 有钱这种安东买了 标归标 人家该还价还得买呀 我再问问吧 中啊你再问 到时候咱再联系吧 中啊那行啊 他这就是十大事了 105 不给你看见 这些大千件 这点太低了 你要是十一多一点 比当时稍微烧个几千块钱 我也就认了 弄不成格 到时候你问问吧 你问差不多的话 到时候你再跟我联系吧 这些什么事了 什么事了 你不过来